2016年是天刀同仁文化茁壮生长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收获了很多同仁作品 文学、绘画、视频、cosplay等等 除了这些作品 我们还收获了更多同仁玩家的爱与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让同仁作者有更多展示自己的舞台 让同仁作品有更多优秀的展示机会 同时我们让有爱的同仁作者和我们一起发挥更多能量 在今年我们做到了 相信在明年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大家好 我是杂货扑工作室的林志轩 一开始在计划这首《八荒扑人歌》的时候 你听了很多大家喜欢的男神女神 这首歌到目前为止录制季段已经差不多了 相信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 在此期间我们也很荣幸得到了天刀官方 天下第一国公服事替划的支持 在内容的制作过程中 天刀又有专门的人来和我们沟通 让我们将自己对天刀的爱更加融洽地表达在作品当中 这一期的创作呢 让我觉得我们是与天刀一同在成长 大家好 我是天刀视频作者奥特曼快跑 天刀今年在对自由摄像机的玩法进行了扩展 也给我们同仁发放了许多表情礼包合集 这些表情是我们天刀视频作者十分需要的 它可以让我们的故事表达得更完善 除此之外 天刀也建立了视频的玩家交流群 在群里视频导演可以快捷地寻找到自己的演员 和不同职业的账号 我自己的视频也在北京鸟巢演唱会里播放 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天刀有真的让我们的作品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大家好 我是齐和 我是天刀的同仁画师 从15年开始接触天刀 非常喜欢你们的画面 所以决定通过自己的画笔 将这些漂亮的画面展示给更多的玩家 天刀还举办过两次外观设计大赛 我的作品《红卵》和《景丽超》 在天刀的比赛中也获得了相应的名次 同时天刀也非常重视对版权的保护 我们不仅能获得一定的活动奖金 而且官方还会给予我们一定的版权支持 我也很非常希望我的作品能在天刀的世界里面展示给更多的天刀玩家 让他们很喜欢我的作品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龙女 参与天刀的cosplay创作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给我的cos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比如擅长素材分解的贫穷 他每次都会把他的素材无私地分享给我 正是这样有爱的氛围让我更想出天刀的cos 天刀的官方也非常支持我们同仁创作 有优秀的作品的话 他们都会帮我们推荐到各个平台进行宣传 比如说之前我有一个听风的cos 就他们帮我们推荐到了1773的媒体头条 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与支持 真的非常感谢 也让我更加有动力 更加有信心继续去cos天刀的作品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 谢谢 在天刀同仁秀社区 我们就开通了客户端 官网以及手机网站三端互通的模式 同时我们还开通了官方同仁的微博 微信 除了这些 还有B站账号和五星账号 让同仁玩家内容可以得到更多的展示 在活动设计中 我们也在不断优化同仁活动的体验 创作者可以通过同仁活动 获得更好的基础奖励 同时降低了他们的制作门槛 而玩家则可以通过同仁活动 欣赏到这些美美的同仁作品 2016年天刀共产出了一万四千余篇同仁作品 组织了五十余场同仁活动 举办了天刀同仁之星 我为天刀剪广告 天刀MV大赛 天刀外观设计大赛等活动 进驻了BML国曼新实际鸟巢 国风演唱会等活动 我们的同仁作品 去了梅赛德斯奔驰的BML现场 去到了鸟巢的新实际演唱会现场 去到了Discovery频道的纪录片 我们的同仁作品 收到了一万人的瞩目 在最耀眼的舞台上绽放华彩 而在2017年 我们还将继续前行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走遍天涯吗